威福部花莲医院出现院内感染 染疫至少87人 而其中一名确诊者是慈济科技大学护理科系的实习生 对此此刻大表示 已经协助匡列隔离相关接触者 针对目前的96名在各医疗院所的实习生 考量疫情扩散以及学生安危 改采线上远距离实习课程 石科大指出花莲医院附属护理之家爆发群聚感染 石科大共计五名实习生及一名老师被匡列裁剪 其中一人PCR检测阳性 随后校方安排入住一人一室的宿舍隔离房 那么在4月13号的晚上7点多 学校接到白店 告知有一名实习的学生PCR检测是阳性的 因此校方立刻通知这一个实习的学生 回宿舍收拾衣物 并入住校方准备的一人一室的隔离宿舍 至于跟确诊学生有接触过的两名室友 跟一个实习的老师 以及4个的实习同学 我们也都同步来安排居家隔离 由于事情发生的非常的突然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也紧急联络了居家隔离的老师 学生还有室友 然后来张罗相关的入住的视频 那么隔天早上呢 我们也有逐一电话来通知家长 那餐点的部分呢 我们都是同步提供当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 那所以当染疫的学生反应太晚入住 没有收到早餐的时候 我们也立刻补送了餐点 但是对于此事的爆发 确诊实习生的家长就指出 当学校得知医院爆发院内感染 学生是在实习阶段 但是在疫情爆发时 学校应该可以选择做线上实习来应对 学校就实际教育 就是搬到另外一个自主管理的宿舍 然后叫我再等通知说看下一步怎么做 就是东西摆一摆 然后就自己到这里来 然后后面后续就是一直在这里 然后等通知这样 就是昨天早餐跟中餐 早餐没收到 然后中餐比较晚收到 就是当下知道就觉得 就是记录了否认期 就是觉得说明明就是 明明不能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明明跟大家的作息都差不多 为什么就是会难以这样 那就是学校都说要等卫生局通知 可是我打电话去卫生局 卫生局的回应说 学校一直在开会 他也等不到学校的任何一个回应 以至于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后续的处理 那我女儿只是一个小小女生 她就只能在那边等死吗 等不到任何的医疗回应 我又是在外地的 我很心疼 我连我家里的父亲都不敢告知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主动跟我的联系 都是我自己主动付出的联系 学校在干什么 我只想这么说 我的女儿是一条命 我们到第二天 因为我想说孩子的 我需要是一些灵者 我需要送 所以我就自己主动 八点开始我就开始打电话到学校 学校一直转部门 一直在转部门 一直在转部门 所以都根本就不知道 需要负责的人是谁 对的窗口是谁 然后所以到最后是 好我打了很多通 大概十几通进去 说我需要送东西 然后他们就一直转转转转 到最后 好学校终于有人跟我说了 他们还是玩具的 请家长不要送东西 所以他们会帮孩子准备足够的饮食 那所以到最后 我也是一直到中午才知道 我的小孩没有吃早餐 对 那是因为我知道说 已经前面已经有隔离的学生 是跟他们通知说 他们的晚餐 是跟隔天的早餐一起送 所以我的孩子是并不知道说 晚餐跟早餐一起送的 所以他们是二到十二点多才吃 实际科技大学主秘指出 目前已针对花莲刺激医院 布立花莲医院 门洛医院 国军花莲总医院 实习的96名护理科系学生 展开线上远距实习课程 并依后续的疫情发展 滚动时调整 不影响学生的受教权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雅14.100% 86.007.215